就在昨天上午8點多鐘 有應於一年紀待52歲的男子 拿著不明一體跑到了永和一處社區大樓外 潑灑 而社區保全發現之後立刻報案 不過敏感地方在於 這裡呢 還是呢 總統蔡英文的戶籍地 警方調遇監視器之後 逮到嫌犯 手拿保安杯灑 灑到啊到 男子到社區潑灑不明一體 落了門口一室還不夠 走到一旁再繼續灑 保全發現號跑出來看 會這麼謹慎 就是因為這裡是總統蔡英文的 永和預索 男子手拿保溫瓶 一邊走一邊潑灑不明一體 而保全透過監視器 發現男子的行為詭異 他就上前詢問他 男子就說要找蔡英文 九號早上八點多 男子到社區仍然說要找總統 保全為仇謹慎 跟他說總統沒住在這 偏偏男子繼續朝門口潑灑議題 就擔心議題恐怕會有腐蝕性 保全趕快報警 大膽來預索犯案 警方不到一天時間 十號凌晨三點多逮到他 根據瞭解 神分疑似不滿 總統執政又擔心 共軍打來 十月初 他事先開場過定行造運謀 地點敏感 很難不讓警方繃緊神經 還好不明一體只是咖啡 總統府第一時間透過警方 找到情況 逮到嫌犯後 總統危害沒有受到影響 有禁無限 記得威樂為蔡婉玲 新北市報導